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本书 这本书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阿拉丁 另外一个部分是阿里巴巴 今天我们先讲阿拉丁的故事哦 想到阿拉丁 是不是会想到阿拉丁神灯 还有灯神呢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阿拉丁和他的神灯 很久以前在中国 那里住了一个名叫 Mustafa的裁缝师 他非常的贫穷 他有一个儿子叫做阿拉丁 Mustafa希望阿拉丁学习如何制作衣服 这样他就可以帮助他了 可是阿拉丁他并不想跟爸爸一样 他只想跟其他的男孩在街上玩耍 之后他的父亲生病了 而且是很严重的 于是病倒死掉了 阿拉丁的妈妈不得不做所有的工作 他罪的阿拉丁说 我希望你有时候能帮助我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 有一天 阿拉丁在出去玩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男人跟他说话 他问他说 你知道Mustafa是谁吗 阿拉丁回答说 嗯 他是我的父亲 但是他已经过世了 你认识他吗 男人回答他 他是我的兄弟啊 阿拉丁说 嗯 那你就是我的叔叔咯 男人说 是的 我很高兴找到你 告诉你妈妈 我很快就会来看他了 当这个男人来到他们家的时候 阿拉丁的母亲说 哎呀 我不知道我的丈夫有一个兄弟耶 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 其实这个人并不是真的阿拉丁的叔叔 而是一个魔术师 他跟他说 其实呢 我早就离开家了 现在我回来了 我想要帮助你们两个 他边说边笑 那个男人问阿拉丁说 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 阿拉丁的母亲回答说 哎 阿拉丁整天都在外面 跟其他的男孩在一起 闲晃 在外面游玩啊 于是他叔叔说 那你该干些活咯 该出去工作了吧 帮忙家务啊 要不要我先替你买一些新衣服呢 阿拉丁回答 我想要 我想要新衣服 于是第二天早上 这个魔术师呢 就带阿拉丁去购物 并给他添购了几件新衣服 再过一天 他又带他去看 一个超级大房子 而且外面有很漂亮的花园 阿拉丁非常喜欢 这些房子 有一天 我将会买一个大房子给你哦 还有花园 这个魔术师对他承诺着 现在呢 我们先坐下来 而且先吃些东西 我们等一下 要走很长的路 于是魔术师拿着一块蛋糕和糖果 把他可以吃的东西 全部都给阿拉丁了 然后他说 在我们回去之前 我想让你看看 最好的花园哦 阿拉丁问他说 嗯 路会很远吗 我想我已经走不动了 我不能走太远 魔术师对他说 我们很快就到了 于是他们又继续往前走 直到他突然喊了 好停下来 就是这个地方了 阿拉丁问他说 可是我没有看到花园啊 魔术师回答他说 你很快就会看到了 他点燃了火 在上面放了一些东西 冒出了一些黑烟 突然之间 阿拉丁在他的脚下 看到了一块大石头 里面有一放了一个戒指 魔术师说 把那个戒指拉下来 阿拉丁一拉 结果那个石头就浮上来了耶 然后呢 他看到 他就在一个水井的最上方 阿拉丁往下一看 他发现井里面很黑 而且很深 他并没有很喜欢他 魔术师对他说 你必须下去 阿拉丁问说 那你会一起过来吗 魔术师回答 没 不 没有人会下去 但是你必须去 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去做 你会变得很有钱的 会变富有的 阿拉丁问说 好吧 那你要告诉我要怎么做呢 魔术师回答 你下去之后 你会找到以扇门 你打开它 穿过去 你会来到一个更大的山洞 你会看到一些盒子 里面装着很多的钱 但是你不要拿走任何的钱 阿拉丁问说 可是我不拿钱 我怎么变富有 我怎么发财呢 魔术师愤怒的回答他说 照我说的做 你直接穿过里面 放满钱的大洞穴 进入下一个洞穴 在那里你会看到任何装满金银财宝的盒子 可是你不要带走任何东西 直接直直的走过去 穿过这个洞穴 直到结束 别忘了 你所有的钱还有所有的金银珠宝 你都不可以拿 这时候 魔术师 似乎变得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他说话的时候 要低头看着阿拉丁 要吓唬他 他要对他的说 当你从这个金银的洞穴中出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很美丽的花园 在花园的尽头 你会看到一张桌子 上面放着一盏灯 把那个灯拿给我 魔术师说 你可以从花园里得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里面有很多很美好的物品 然后他摘下了一枚戒指 递给了阿拉丁 他普通说明说 如果你需要帮助 这个戒指可能会有用 现在你走吧 于是阿拉丁鼓起勇气 他走下黑暗的井里面 他下去了 他走了一会儿 他终于来到了谷底 这个天又黑又冷的 但是就如魔术师所说的 他的面前有一扇门 阿拉丁打开了他 走进了一个山脚的洞穴里 里面装满了好多的钱 也是跟魔术师告诉他的一样 阿拉丁只好直接走过他 他都没有拿下任何的钱 下一个山洞里面 真的有好多的金银珠宝 但是他还是照着魔术师所说的话 他没有拿走任何的东西 他也没有碰任何的东西 然后他穿过最后一扇门 进入了花园里 在花园的镜头里 桌上真的放了一盏灯 就跟魔术师告诉他的那样 于是他把它拿起来 然后看看始终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在每棵树上都看到了一些 看起来像会闪闪发亮的东西 原来他们是非常有价值的珠宝 有红色 蓝色 绿色 金色和白色 而且有这么多 感觉数不尽 于是他放下灯 尽可能的拿走了许多的珠宝 就算他已经扛不动了 树上还有好多好多哟 他心里想 嗯 我总有一天 我还会再来的 但是我现在必须把这盏灯 带给我的叔叔 于是他离开了花园 他照的原来的路返回去 可是他带了太多太多的珠宝了 抓满了他的全身的口袋 他只能走得很慢很慢 当他到达了这个山洞的顶部的时候 他终于看到了魔术师了 阿拉丁看到魔术师的时候 他伸出了一只手 跟他说 帮帮我 请拉我一把 魔术师对他说 不 你先把灯给我 这样你就有双手了 阿拉丁心里想 他如果把我 他如果不理我的话 我就会留在这里 所以他也很狡猾 他就跟他说 不 我会给你的 但是等我出去的时候 我才会把灯给你 魔术师 看到阿拉丁不让他先拿到那盏灯的时候 他又生气了 而且他非常的生气 他又把一些东西放在火上 说了一些 喃喃自语 说了一些神奇的话 结果刚刚移开了那颗石头 立刻又移回了这个水井的顶端 上方 阿拉丁在他的下面 无法脱身 他非常的害怕 因为这块石头太重了 而且把这个水井给盖住了 他一个人也搬不动 于是他喊道 叔叔叔叔 只要你能帮帮我 把我救出去 我就把灯给你 可是魔术师走了 他都没有回答 当阿拉丁发现他呼叫都没有用的时候 他再次爬下了井下面去 试图回到花园里 可是门也被锁上了 他不管怎么用力都没有办法打开 阿拉丁没办法 他只能坐在这个黑黑的洞穴里面 他在黑暗中哭了起来 又冷又湿 过了三天 他都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喝水 他心里想 我希望我有一点祸来温暖我 于是他戳了戳手 一边戳着 不小心戳到了魔术师给他的那根戒指 结果黑暗中有一个声音说道 你想要什么 我是魔戒的奴隶 只要你插戒指 做任何你的要求的事情 我都会来帮助你 阿拉丁凌视着黑暗 但是什么也看不见 但是声音再次想起 你想要什么 阿拉丁恳求的说道 他又冷又饿 他说 请带我回家 我才不会感到害怕 突然之间 他发现他回到家里了 他妈妈哭着说 阿拉丁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以为你迷路了耶 于是妈妈给了他 吃的东西 还有喝的水 阿丁就上床睡觉了 因为他实在是太累了 过一天之后 妈妈对他说 阿拉丁 家里已经没有东西给我们吃了 我要更努力去挣点钱啊 阿拉丁说 嗯 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耶 我现在好饿哦 我想要去商店里 去找一个认识的人 向我买这盏灯 他的母亲回答说 哎呀 这个灯看起来好旧哦 让我再把它擦拭一下 我很快就会让他看起来 跟新的一样哦 这样子之后 你可以去换到更多的钱 于是妈妈拿起了灯 用抹布用力的擦了擦 突然之间 有一阵熔烟滚滚的冒了出来 出现了一个长相很古怪的人 他对他鞠躬说 你好 我是灯神 阿拉丁的母亲吓了跳了起来 那长灯 从他的手中掉了下来 阿拉丁拿起灯喊道说 没关系妈妈 你不用害怕 这个灯神说 你手上的灯 就是魔法灯 只要你一擦拭这个灯 我就会出现 你要什么 我就会帮你达成愿望 因为阿拉丁和他妈妈 已经十分的饥饿了 于是他对灯神说 请你给我们带一些吃的和喝的食物 这个只见这个灯神呢 他拍了拍了他的双手 结果桌上就出现了一顿非常丰富的晚餐 可以摆满你所想到了各种美味的佳肴 就连杯子和盘子都是精子做的耶 于是灯神离开 让他们去享受这个丰盛的晚宴 阿拉丁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神灯的力量 于是当他们需要更多的食物的时候 他说 我想要把这个盘子拿到店里去 我去把他们卖掉 用他的钱 用卖掉的钱呢 就可以去 来用了啊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钱 可以用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有一段时间 他们非常的开心 他们并没有很贪心 因为他想要的一切都得到了 可是 当他们花光了所有的钱的时候 欸 阿拉丁心里想 我可以再擦一次这个灯啊 于是 他擦了擦这盏灯 灯神又立刻出现了 又给了他和他妈妈所需要的一切 每当他们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想要擦一下这个灯 这个灯神就会给他们想要的一切 阿丁的母亲非常的高兴 因为他再也不需要出去外面打工 赚钱买食物了 他现在拥有了一座大房子 也有足够的钱 去买他想要吃的食物和漂亮的衣服 这几年来 阿丁和他的母亲 享受的这个神灯的努力 带给他们所有美好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 阿丁也逐渐成长成一个非常英俊的年轻人了 有一天阿拉丁走在街道上 他看见了一个公主 骑着一匹马经过 阿拉丁一看到她 他就爱上了她了 一见钟情 而且这位公主是他所看过最漂亮的女孩了 于是阿拉丁回家之后 他跟他的妈妈说 我想娶那位公主 妈妈回答说 可是我们必须问国王 啊我想到了 你所找到的珠宝会是送给他的好礼物啊 于是阿拉丁的母亲 带了一个装满珠宝的袋子去见国王 他把袋子递给国王说 我的儿子爱上了公主 想要娶他 国王看了看珠宝 哇 多么美妙的珠宝啊 于是他答应阿拉丁之后可以娶公主 你的儿子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吧 阿拉丁的母亲赶满回家之后 告诉阿拉丁这个好消息 但是有一位非常富有的商人 他跑去觐见了国王 他对国王说 我的儿子可以给你更多的财富 如果你可以把你的女儿 嫁给我的儿子的话 第二天 人们就被告知了 公主即将嫁给那个有钱人的儿子 但是阿拉丁听到之后 他于是插了插了他的神灯 于是灯神就出现了 阿拉丁非常生气的说 马上把公主和父翁的儿子给我带过来 很快的 灯神就带着他们一起回来了 那个富有的儿子呢 那个有钱人的儿子呢 被关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 然后阿拉丁对着公主说 你不要害怕 我带你来到这里 带你来到这里 是为了要告诉你 你的父亲原本答应你 可以嫁给我 他告诉公主 他是多么的喜欢他 多么的爱他 于是灯神呢 就带着公主 与富翁的儿子回到了王宫 这个富翁的儿子呢 因为被阿拉丁所吓到了 他非常的害怕 他告诉他的爸爸 和国王 他一点都不想再去公主了 灯神呢 返回阿拉丁的住所 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阿拉丁对灯神说 给我带来几袋金子和珠宝 还有一些仆人 把他们带到国王那里去 于是灯神和阿拉丁的母亲去到了宫殿 还有那些仆人们 当国王看到了 装满了黄金和珠宝的袋子的时候 他感到非常的高兴 他知道阿拉丁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了 阿拉丁的妈妈问国王说 现在你会让你的公主嫁给我的儿子了吗 国王马上回答说 是的 请你的儿子阿拉丁马上过来吧 阿拉丁在去规见国王之前 对灯神说 帮我带来美丽的衣服和一匹漂亮的白马 当公主看到阿拉丁骑在白马上的时候 公主也立刻喜欢上他爱上了他了 阿拉丁对国王说 在我娶他之前 我必须建立了一座房子 可以跟他一起快乐的住在那里 你希望他建立在哪里呢 国王对阿拉丁说 你可以在皇宫附近建一座房子 建一个宫殿 这样女王也会喜欢的 于是阿拉丁承诺到 我一定会做到的 然后快乐的阿拉丁 于是回到了家里 在那天晚上 他又插了插神灯 他对灯神说 请你帮我建造一座任何人看过前所未有最好的房子 你必须在里面放上最舒适的床 最漂亮的椅子和桌子 还有挂上最美丽的画作 让整个房子里面都有花 于是灯神按照阿拉丁的要求 他就离开去建造那个房子了 第二天早上 房子如期准备好了 正如国王所要求的 他建造在离皇宫很近 而且他比国王自己的宫殿还要高贵很多 里面所有拥有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 后来公主就嫁给了阿拉丁 他们一起搬到了新家 阿拉丁的母亲很高兴他的儿子这么开心 而且他也非常的喜欢这位公主 起初 这一两年来 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的美好 然后有一天 魔术师回来了 当他发现阿拉丁现在是王子 而且变得非常的富有 魔术师感到被十分的生气 他心里想 嗯 因为他有神灯嘛 我必须把他从他的身边拿走 魔术师想了很久 突然之间他想到了一个很聪明的主意 他去商店里买了一些新的灯 然后他在街上走来走去 并喊着新灯换旧灯 新灯换旧灯 当女人们听到魔术师 所喊到的话 就叫他们来到他的房子 把他的旧灯换成新灯咯 公主也听到了这个美好的交易 她想 嗯 阿拉丁的卧室里有一盏旧灯 我去把他换成新灯 阿拉丁一定会很高兴的 公主并不知道那是一盏神灯 于是他也前往街上跟那个魔术师 换了一盏新灯 阿拉丁他在这个时候离开了几天 如果他在家里的话 他绝对不会让公主去换他的神灯的 魔术师一拿到了手上的神灯 就把他带到一个没有人能看到的他的地方 他插了他神灯 当灯神出现的时候 他告诉他 把阿拉丁的房子 以及里面的所有的东西搬离开这里 把他放在我在非洲的家附近 于是灯神挥了挥手 下一刻阿拉丁的房子里面所有美好的事物 和公主都全部都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国王和王后发现了阿拉丁的房子 怎么不见了 他所建立的地方是一大片的空地 他可能会在哪里呢 没有人能告诉他们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王后非常的担心 他哭了 国王的女儿怎么了 阿拉丁在哪里 国王喊的 马上找到他 把他带过来给我 国王必须把公主带回来 于是国王的手下冲出去寻找阿拉丁 他们收遍了全国每一个城镇和村庄 他们终于找到阿拉丁了 他们把他从他的马拉下来 带到国王面前 国王喊道 公主在哪里 阿拉丁回答 他在家呀 国王问他说 可是你家在哪里呀 阿拉丁问他说 你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他才发现 他的房子已经不见了 国王对他说 把公主给带回来 否则你将被我处于死刑 阿拉丁跑出去去寻找他的灯 可是他找不到他 因为他的房子已经不见了 于是他冷静下来 坐下来思考 他想起了他自己的魔戒 他擦了擦 魔戒的奴隶呢 立刻跑出来站在他的面前 阿拉丁对他说 带我去见公主 带我去见公主 突然之间 他看到他的公主 在他的房子里面 他透过窗户 他看见了一片沙漠 房子竟然在非洲 公主很开心的看到阿拉丁 并且告诉他说 魔术师给我了一盏新灯 我把卧室里面的旧灯给换掉了 然后阿拉丁对他说 这个人说他是我的叔叔 其实他是一个邪恶的魔法师 我必须快点把神灯从他的身边带走 这样子我们才能回家 公主跟他说 他就住在这个附近 我昨天看到他骑骆驼经过了 阿丁递给了公主一个小袋子 并对他说 明天你必须跟魔术师一起吃碗 他说是我的餐 当他没有看见的时候 把这个袋子倒进他的杯子里面 不要把任何的东西放到你的杯子里哦 第二天公主在窗边等着 直到他看到魔法师 骑到他的骆驼 然后公主就出去迎接他 并且假意的请他吃晚餐 后来公主做了许多非常美味的食物 并且在餐桌上摆满了金色的盘子 等待魔术师来吃晚餐 公主就按照阿拉丁的吩咐做了 当魔术师从他的杯子里面喝水的时候 他突然之间摔倒了 于是神灯就掉在地上 阿拉丁赶快把他拿起来 用手插了插 当灯神出现的时候 阿拉丁命令他说 赶快把我们带回家 回到原来的地方 下一刻 窗外的沙漠已经消失不见了 公主呢 已经回到他们心爱的国家了 他非常开心的笑了起来 当国王从他的皇宫的窗户 向外看的时候 他又很高兴看到阿拉丁的房子 又回到了原来的位子 他很兴奋的对王后说 哇 你看 公主和阿拉丁回家了 回来了 我们必须马上过去看看他们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过去了 公主非常开心的跑出来迎接他的父母 他突的对他说 我好高兴我们回来看到你们 爸爸妈妈 我之前不小心被魔术师带到非洲去 那个好可怕哦 那个沙漠地方真的是太糟糕了 而且我非常的想念你们 于是王后搂着他的女儿 没关系 你现在回来了 你现在很安全的 公主告诉他们 有一个非常邪恶的魔术师带走了我 可是他现在已经死了 亲爱的阿拉丁 他找到了我 我非常的爱他 而且我非常的开心 我终于回到你们的身边了 于是国王和王后 十分的感激阿拉丁 从此之后 阿拉丁和公主也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咯 好吗 好吗 好吗